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敌武将获奖》了 今天在这里 我想和高线让一句 贵公司的七国争霸还好吗 感谢组委会给我们这个奖 这个荣誉 属于我们飞扬网络的每一位员工 属于每一位创业者 我相信 这只是我们飞扬网络 辉煌的开始 李徐先生 今天有没有特别想感谢的人 我想特别感谢的 确实有一位 他就是L&P公司的总裁高建宏 高先生 对 曾经我在这里 互联网大会的现场 决定加入飞扬网络 是拜高先生说辞的 没想到今天领奖还在这里 真有缘啊 无敌无将获奖了 今天在这里 我想跟高先生一句 贵公司的七国争霸还好吗 丢出抄来的东西 没什么生命力 中国的互联网赚了那么多钱 但如果仔细分析内部结构 会发现其中前研科技的含量比较低 大家都不希望 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还像今天一样 只能靠娱乐 服务 还有卖便宜货发家 李星先生 从去年开始 就是互联网创业公司的融资寒冬 最近飞扬却逆势成为投资人 争相追逐的目标 但我听说都被你拒绝了 为什么呢 他们都是来投资游戏的 飞扬不就是一家游戏公司吗 目前是 但绝不仅仅是 请问将来飞扬公司的 发展方向是什么 在线医疗 我希望 把癌症的存活率提高百分之一 我希望 把癌症的存活率提高百分之一 是很不容易 恐怕很多小投资方都赔不起 所以我们选择 投资人的标准是 宁缺无蓝 如果是相信你的人 始终都会相信你 还有他曾经点亮 却来不及走的路 青红色的告别 遗憾留在落叶的季节 我相信 我们这个行业里 有人负责提供便捷 有人提供娱乐消费 但也要有人 负责改变时代 清红色的光环 别把谁来过 一切是清红色的 清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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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